Hello 又是新童感受情編的時候 今集我們會繼續說我們的感受和情緒 今集我想說的就是我們的感受 即是我們的感受 因為說情緒很多時候大家對這個印象是負面的 但感受就未必是一個負面的事 我們小時候 那時候怎樣去知道那件事是不是好呢 就是我們做那件事的時候 爸爸媽媽對我們的反應 如果爸爸媽媽笑 然後讚我們 哇好厲害啊你 這樣我們會開心 我們開心就知道這件事是正確的 但如果你看到爸爸媽媽生氣了 大聲說話 你產生的就是恐懼 不安 有時候你就知道你做的事是不對的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 你的靈魂至今都是想這樣通知你 告訴你其實你做的事是不對的 而他去為你提供感受 是作為一個訊號系統 當然今時今日 如果你長期覺得 那個人很提不起勁啊 然後睡又睡不到 那個人好像很低層 沒有什麼動力的話 你只是看醫生 醫生很大機會說你是有抑鬱症 但是抑鬱症 根據科學定義 是你大腦裡面的血清素 或者是多巴胺等等的分泌不足夠 但是如果它不是一個物理層面 身體透過驗血能夠檢測出來的情況 你只是不開心 例如我想起自己 我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好 或者我想起曾年往事 我悲從中來 我覺得為什麼我的祭語要這樣 靈魂的管道 通往我們的肉身 就是透過感受 包括我們小時候的學習 都是透過感受 那譬如如果熱 對你的身體有危險 你會馬上縮開 這個本能反應 都是來源自感受 因為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你會馬上縮開 不舒服 如果那些東西 是對你的靈魂成長 對你 是好的話 你應該在當中 得到樂趣 你應該當中 會有學習 會有成長 未必完全 是順風順水 但是 你會在過程中 得到滿足感 你會覺得 這件事 我初時 可能我有我的課題 我不想做 我很抗拒它 但是當我做了 接觸了之後 我覺得個人 平靜了 我覺得 我有滿足感 這個就是 你的靈性層面 你的靈魂 告訴你 對 做得好 你今天做了一個 是對的 但是如果 我們一直 和我們的感受斷層 每天好像行屍走肉 這樣 其實我們 已經不再是 人類了 因為我們 跟我們自己 心層 跟我們的靈性層面 已經斷層了 為什麼 那件事 會令到我們生氣 為什麼 想起那個人 會令到我們生氣 為什麼想起 那件事 我們會傷心 為什麼 我們會不安 其實它是一個啟示 它是一道門 如果你不跨進去那道門 你見不到 你真正的課題是什麼 你就會一直 卡住在那裡 我認識一個人 五十幾歲 但是他還是 我所說的 rule by fear 就是 他所有東西 基本上的動機 都是出自於恐懼 怕這件事錯 怕這件事不對 那我一向這樣做 都是不對的 有人跟他說 你的電話號碼不好 他就馬上改了電話號碼 感受到我們的影音大不大 絕對大 因為它會影響你的決定 因為它會啟動你的自我保衛機制 我信不信人 我能不能夠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 我們下一集再見 MING PAO CANADA